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创新活力之城 杭州在基邦安塔利亚成为G20峰会的主办城市之后 把峰会筹备和改善城市环境 推动城市有机更新相结合 全力打造美丽杭州升级版 承载着老杭州百年记忆的思心坊历史截区 经过这一轮的整治提升 正成为西湖边交汇历史风貌和时代气息的新去处 关注一下我们的记者杨阳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百年思心坊 听到我们耳边悠扬的乐曲 看到这富有韵味的旗袍秀 没错这正是思心坊226户居民 向G20杭州峰会和所有的世界的人民 发出最诚挚和热情的邀请 那一会儿呢他们也会手持着吊篮 挂到每家每户的窗户上 用这样的方式来展现思心坊经过整治之后 它的变化 那思心坊这里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空中来看一下 思心坊它整个占地的面积呢大概是一万多平方米 这里居住着226户的居民 那百年以来经过了历史的沧桑 在半年之前呢这里还是满地游屋 而且被吴正山范占据着 这么小的面积当时呢光餐馆就有40多家 但是可以看到半年之后经过整治 这里已经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 呈现出了原本的模样 而且就在此时此刻在旁边思心坊的陈列馆里呢 也有大概30多名的思心坊的居民 加入到护航G20的志愿者宣示的这样的活动当中 请不吝点赞订阅